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次我们学习model窗体的使用方法 首先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model 这个是model窗体最外段的标记 所有的窗体内容都要放在model标记之中 然后接下来是model dialog 这个是窗体对话框标记 紧跟在model标记的后面 来表示窗体的类型 再接下来是窗体内容部分model contents 它通过几个区域的描述窗体的内容 大概是header,body,footer对应着窗体的头部内容 还有脚部 然后接下来是窗体的布局 我们一般在窗体中和一般页面的布局是一样的 大概分为流布局和网国布局 这个今天的例子中咱们也会看到 然后关于摸在窗体的官方文档 请大家参与这个URL 然后今天的代码我会放到看中国上 好的,下面马上进入建议开发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例子 咱们首先先来看第一个例子 这也是标准的窗体 请稍等我把今天准备好的代码拷贝过来 好,从这个地方拷贝 OK,放到这个 好,咱们现在运行一下Colomb 看一下现在这个代码的效果 好,咱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看看这个模态窗体是个什么样子 OK,出来了 咱们再来看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模态窗体 或者叫一个对话缸窗体 看起来呢,效果非常的不错 下面呢,我们针对于这个显示内容和这个代码呢 咱们做一个一对一的这个参照 咱们看一下代码具体的实现方法 首先呢,是一个标准的按钮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按钮呢,有一个叫做Data Tango属性 来标识这个 它打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对话框 然后这个Target呢 对应就是说那个窗体的ID所设置的部分 就是这个地方 它们两个这个地方呢,是一对应的关系 就是说,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打开这个窗体 以这个MyModelE来标识的这个ID的窗体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窗体的具体的描述 第一个class呢,是Model 然后跟一个Fade Fade就是说,我这个窗体该如何显示出来 Fade呢,是渐变显示 然后这个Tab Index呢,咱们撤成-1 这个是固定的,不要变 角色呢,是戴二了 这也没有问题 这个Ali啊,这是一个这个为屏幕阅读器准备的 咱们就这么设置了 成这个标题的ID就可以了 因为咱们打开窗体会要有一个标题title吗 然后呢,接下来咱们要是设置这个窗体的 为对话框的类型 这也是个DIV 然后在这个对话框里面 刚才咱们提到了 设一个Model这个Content 然后Content里面呢,有三个部分组成 咱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请稍等 OK,咱们大家看到 这个Content里面其实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是头部 然后呢,头部里面呢,有一个按钮 这个是在右上角的按钮 这个呢,就是来关闭咱们窗体所使用的 然后是这个标题头部的这个文本 咱们用一个ModelTitle来表示 接下来呢,是正文区域 正文区,咱们就ModelBody表示 然后是夜角区 或者叫做这个窗地角区域 咱们就ModelFooter来表示 然后在这个Footer部分呢 咱们其实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关闭 一个是保存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说明这个关闭按钮呢 我设了一个Data Dismiss Model 然后咱们右上角的那个按 这个关闭的这个按钮呢 也设了一个Data Dismiss Model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可以关闭 比如说咱现在点保存按钮 是不关闭的 当咱们点这个关闭按钮的时候 确实就关闭了 或者说咱们点右上角的这个按钮的时候 也能关闭 这个的作用就在于Data Dismiss 这个地方所设置的 Dismiss的这个英文翻译过来 就是关闭的意思吗 好的 这是第一个例子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第二个例子 请稍等 我把第二个例子拷贝过来 这个呢和刚才几乎是完全一样 只不过呢 窗体的这个布局 我用的是网格布局 大家请稍等 把它拷贝过来 好的 看一下浏览器 OK 现在出来一个这个橘黄色的按钮 咱们点击按一下 看一下效果 啊 不对 这个副窗体稍微这个宽度缘小 我把它调大 然后咱们再点击一次 好的 现在效果已经出来了 咱们大家看到 这个窗体呢 其实也是被分成了12列 然后咱们可以设置每个单元格占几列 然后呢 便宜量是多少 这个和咱们页面中的网格布局呢 是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 写法呢 也是完全的一样 好 我们看一下代码的实现 这里的实现呢 和刚刚的窗体 唯一不同 就是这个Model Body 窗体内容的部分 这里的写法呢 和网页的网格布局写法 是完全的一样 由行列组成 同时可以设置单元的列宽 以及列的偏移量 在这里呢 我就不再赘述了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开源中文上 请大家参照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